距離疫苗到手越來越近 指揮中心宣布 COVAX分給非聯合國會員 130萬劑AZ疫苗 台灣確定取得20萬劑 緊急授權已經通過 最快3月可以開打 特別趕著要出國 特別情況 這個我們沒有排出 這樣的可能性 開始擬定是打計畫 但好不容易買到的AZ疫苗 卻傳出對南非變種病毒 保護力不足 不過這消息不會影響 採購計畫 越來越多的資料 被揭露出來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參考這些資料 即使是緊急授權使用 他們都還是背後 也繼續在準備新的疫苗 疫情變化多端 卻傳出確診者公司 消毒不確實 一名自稱案925同事 發問指出 確證者足跡遍布公司 卻指消毒兩處 質疑疫調不確實 據我所知 他們在這兩天假日的時候 都有做全場消毒 他跟其他人的接觸時間 都不會超過15分鐘 這些人就是自我這樣管理 那至於他這個 如果有人還是覺得 他沒有被框到 那他其實可以跟溫菊講 溫菊可以再去做調查 全民共同把關 做好個人防護 才能防堵疫情擴大 戴萱萱萱 全科新劇特別報導 OK